为做好境外输入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曾在抗击非典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北京小汤山医院 于3月16日重新启用 3月30日,记者走进北京小汤山医院新建病区 从外观到走廊,彩色的元素随处可见 据介绍,与17年前相比,新建病区从一层变为了三层 色彩从单一变得丰富,设计更为人性化 北京小汤山医院副院长葫芦告诉记者 这能够消除患者的紧张心理,有助于其更好的康复 那么整个这个战备病房呢,一共是1500张团位 分为三层,每一层有500张病座 这个整个建筑的设计呢 这次和其他的以前03年非典时期的建筑有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充分考虑到的人性化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进来后我们病区的墙上 都有我们彩色的一个喷头 一个呢是提醒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二的一个是通过这个颜色的一个区分 避免了我们整个这个病房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灰色 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精神上的一个压力和一个疲惫 在病区内,除颜色鲜艳的涂鸦和暖心的注意事项外 各类高科技设施也格外引人注目 有具有紫外线消毒功能的传递窗 随时呢和医护人员交谈的可视对讲系统 还有在走廊里穿梭运送物品的机器人 这些设施不仅能够提升医患舒适度 也降低了交叉感染风险 如果仅仅是需要传递一些物品的话 我们有单独的一些消毒隔离窗 传递窗 传递窗呢是具有紫外线消毒功能 我们当病人和医生护士需要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医护对讲系统 所以呢这样保证了一个有效的及时沟通 也避免了进一步的交叉污染 我们送饭啊 这种小一些的快递都可以把它放在里边设置好了 就走了 我们就医务人员就不用来回走 走出来了 然后里面因为还有紫外线消毒 可以对食物啊 还有一些快递当时就可以消毒 葫芦介绍 新建病区最为临时建筑 但严格按照正规传染病医院标准建设 依照三区两线的交通流线设计 所有房间均设置独立的送风排风系统 以最大程度降低院内感染风险 我们在病区里边所有的房间 我们每一个房间呢 都是有独立的送风系统和独立的排风系统 同时呢我们的清洁区 半污染区和污染区 那么压力呢 空气的压力是一个阶梯性的一个地减 保证的空气始终是从清洁区流向污染区 不会出现倒流 那么所有的门禁 就是交叉的那个通道的地方 都安装了门禁系统 这样的话也有利于防止病人 因为误穿行导致的一个污染区域的一个污染 据悉 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设B区和新建病区两个病区 B区为原病区改造而成 可收治144名清醒普通型确诊病例 新建病区按照单间隔离观察要求 可收治720名集中医学观察人员或疑似病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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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